大人和姑姑低调交往10年 直到今年4月才首度公开认爱 收获大批网友的祝福 所有他不时会都过社群 分享懒儿私底下的互动 甜蜜的感情闪下众人 日前大人发文透露 最近放假放得太开心 开始变得有点懒洋洋的 有时候还要逼自己振作 不然再懒下去就不得了了 没想到妈妈见到他 难得不需要忙工作的样子 便开始碎碎念 因为这段时间拿去生小孩刚刚好 另外被催生的大猿接着透露 姑姑则很希望自己在这期间 能够好好休息 认为他在家当贵妇就好 让不少网友羡慕直呼 欣赏这样的100分室友 不过大猿也坦言 明白男友不想他受苦 但他还是希望可以靠自己 至于生小孩的时机 他则表示现阶段还想拍戏 因此目前还是会专注在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